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月组第六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社交移民能有效对抗社交媒体霸权 正方是廖宝山纪念书院 反方是基督教圣约教会兼乐中学 让我介绍一下双方的队员 首先是正方主辩陈子佟同学 一副袁子俊同学 二副王凯佩同学 结辩程嘉宁同学 反方主辩黎心妍同学 一副刘健铭同学 二副陈天同学 结辩系谢乐园同学 我们很高兴这场赛事 邀请了非常对辩论很资深的评判 来担任我们这场的评判 他们分别是 崇珍书院辩论队总顾问罗斯华老师 欢迎你 多谢 另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 王君豪先生 王先生 谢谢 我是这场第三场的评判 我是王杰卫 是联赛的囚委 本身是策略沟通顾问 而成为资深传媒人 多谢大家 这场比赛会分为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和结辩六个环节 发言的时间是4.334 有方主辩完成发言之后 双方有一次的台上发问机会 然后到另一边 然后进入负辩环节 然后有台下发问的环节 分别是两次 最后会进入结辩 除了台上发问 台下发问 其余时间 完结前的三十秒有一叮 九中有两叮 由于我怕网络的声音不清楚 三十秒时我会举一只手 九中时我会举两只手 如果狂叮的时候 我会除了自己的声音叮叮叮之外 我会竞了你 你就知道要扣分了 详细的赛规已经是分布 就是发放给其他学校 那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随时现在就会开始 首先请正方的主辩 你是有四分钟的时间的 是 准备好讲可以 可以 主席、评判在座 各位大家好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调查所指 念书在2018年 将大量的个人资料 贩卖给158家公司 当中的Netflix、Spotify等大企业 更可以在美经念书用户同意的情况下 获取、修改、甚至删除私人通信信息 这后迷离部分用户以为私人被侵犯 极为反感 根据美国文条基构 Peel Research 在2018年的调查显示 超过五成的念书使用者 因为私人问题 将念书从手机中删除或停止使用 震促成后来的社交移民浪潮 社交移民浪潮下 其中一个重要的社交媒体 MIV由于标榜不会记录用户所看的内容 符合了大部分用户对私人安全的要求 所以在浪潮兴起的时候 MIV用户人数增加了1160万人 比2019增加了693% 甚至成为香港业务社交媒体应用程式首位 可见MIV成为了念书社交媒体霸权下几个新选择 今天的辩题中所指的霸权是指在自由市场中 社交平台的单一化令 用户即使不满意服务也不得不违反 其自身自愿而继续使用 而社交移民是指用户器用于自身意愿不符的社交媒体 因此要衡量今天的辩题 就要视乎社交移民这个行为 能否让用户进行其主公准则 选择它认为不霸权的社交媒体 一个自由选择对抗霸权单一的控制 而我方今天赞成辩题居以下两大原因 第一 实际大数据的收集造成商业经济损失 正如前面提及具有社交法权的媒体会收集用户的数据 再买给其他社交机构赚钱 虽然已经有不少使用者对这种行为表述不满 但由于市场上具有社交法权的社交平台 例如研书其客户已经遍迫我们的生活 但因为不满自己的生活组织被监控和出售途利而删除念书 合法如果想和朋友继续利用社交平台交流 也只可以选择和其他人正在使用的念书 即使不满最终只可以回流 第二 再一步来说 当念书的用户基础人数大幅下降 广告商业会逐渐离开念书 选择到其他社交平台上投放广告 例如英国商业巨头联合利华 可爱可乐等160多家大型企业 都宣布暂停在念书社交平台上投放品牌广告 令念书股价急削超过8% 造成庞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社交移民令具有社交平台媒体使用人数基础下跌 继续造成经济损失 第二 社交移民能体验个人的选择 社交媒体念书在2018年 设计了一张贩卖用户个人资料的案件 最终导致WhatsApp的共同创办人布罗斯 艾克顿发起删除念书的行动 同时有不少市民为了维护个人资料的权益 而组成对抗念书关注组 在这些行为的趋势下 越来越多市民参与社交移民 令市民的圈子中的社交平台选择 除了念书外更多了MeV 更重要的是MeV其中一个大特点就是 公司表明不会将用户个人资料发卖 目标是保障使用户个人的私隐不受侵犯 加此社交移民令MeV成为新社交平台的选择的同事 令使用社交平台与暴露个人资料不再或想等候 由于市民具有更高的自由度 可以选择更安全的MeV 反映了社交平台不再被霸权所垄断 因此建议理应承诺 多谢各位 正方主便所用时间3分52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请反方的主便 你有4分钟时间 3分钟时间 5分钟时间 对 主要是平凡的 各位 平凡的主要是平凡的 无需扣分 真是平凡的 我们都没有 这一部分 对 主席、评论最后的位,大家好 刚刚听完有个同学四分钟的演示 我们不压发现有个同学 理所当然敢将社交移民讲成是既定的事实 但事实上,社交移民只是个会中的行动 现在终于的是,有个同学将所有的纳论 都演技于在社交移民人数够多 以上的社交摆平时的试跌率形成竞争 即使有关于先证明社交移民的可能性 证明会移民到另一个平台的人数 足以制衡现时的社交媒体爆端 但我从头到尾都听不到Vtube 接着社交移民目的地在哪里 又不可能会证明Vtube的用户 大量转去另一个未知地方 可以令社交移民吸引呢? 另外,Facebook现时的会人数超过30亿 而Twitter就有6.74亿的会用户 但被网民认为是同类型社交平台的移民目的地 即使认为移民业潮也只有1,160万的会用户 但在Facebook现时的会用户 你走一遍再说 你继续走一遍再说 一只爆咪 你等一会 不好意思 停一停 下次你们如果想停了 你要告诉我 因为主持决定是否可以叫停 我们刚才在这儿再说一遍 是,等一会 你的意思是你听不到是吧 是爆咪我们这边 那你就弄小声这个声是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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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没办法弄小声是吧 是吗 可不可以叫它多厚小 那其他评判听不听到他们是爆咪啊 评判黄先生你听出来是否爆咪啊 因为我需要知道 如果教细了一声你是听到 评判听不到那就可以了 你试试 我刚刚那个是听过的 是,即是有没有爆咪的感觉呢 即是会不会 OK,试一试 请坚乐的同学 你随便说两句说话再试一试 几席评判聚乐各位大家好 好,停一停 请问廖保先生听不听得清楚 有没有爆咪 这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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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需要让坚乐同学由头说过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停在哪里了 是吧 廖保先生OK吗 那我请坚乐同学由头说过了 麻烦坚乐同学再说多两声 试咪,试咪 可以吗 评判都可以吗 听到的是吧 是,黄先生听到 朗sir听到 是吧 ok 这样的话呢 麻烦坚乐同学由头再开始 廖保先生有没有反对 由头开始 ok ok 好 四分鐘游到計時 廣告過耳 可以 主持 評判 載助各位 大家好 剛剛聽完有關同學四分鐘的演詞 我們不難得因有關同學理所當然敢將社交移民講成體紀念的事實 實際上 社交移民是一個負出中的行動 而更重要的是 有關同學將所有的立法都定義於在社交移民的人數較多 以歲月社交不發權時佔成競爭 接著 有關同學要先證明社交移民的可能證 證明移民到另一個平台的人數 足以實行驗止的社交媒體霸權 但我從頭到尾都聽不到YouTube的移民目的在哪裏 而有關同學怎可以證明到YouTube的用戶大量轉去另一個未知的地方 可以令社交移民出現呢 另外 Facebook 現時的會議用戶超過30億 而 Twitter 就有6.7億的會議用戶 但被網民認為是同類型的社交媒體平台 移民目的地這星期 即使過了移民疫苗 都只有1,160萬的會議用戶 對於Facebook 解決定有一模 究竟有關同學今天怎會在平龍島 在可見的Journal 移民數字是可以對抗到Facebook這30億的會議用戶呢 而 Telegram 2021 年代有5億的會議用戶 只是光是比四分之一 即使在全球出現社交的法權登頁之後 香港的大型社交媒體用數都不斷反正 跟據《地藤6.com 2021 報告》顯示 香港的 WhatsApp 用戶排名比去年上升了一名 更次於無競爭對手的 YouTube Facebook 給去年的會議比率上升了一個百分比 排名第三 相反 在網民角度 用替代社交法權別 使用程式 Telegram 至排名第十五 而Signal VV 更加榜上無名 究竟有不同學 因為怎會證明到社交移民是可以制行到社交法權 才有分一副正面回答 除了各位 澳洲政府要求社媒支付費用給新聞媒體 Facebook 於是向澳洲的質問發出傳染的封鎖令 社交媒體利用演算法 甚至是漸言封鎖定時人物 主張網民的資訊接收 有利物標識的廣告 其實我們不硬發現 所有的罰權背後都是成本和利潤 社交媒體為了控制成本提高收益 得到欺責客戶的私隱資料言論資料等等 因此我方法對見提及以下兩點 第一 基於社交媒體本質是資本軸利 為了避開一個罰權而令起勞租 即是不同於令起罰權 每個社交媒體建立都需要成本 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這個成績如果不依靠向使用者收費 又或者售賣使用者資料 它是靠什麼去人用整個程式呢 按照Facebook搜尋 求WhatsApp的時候 我方會確保WhatsApp的獨立 和用戶的數據安全性 但今天WhatsApp搶遞用戶數據和Facebook共享 為什麼? 就是要為營運需要金錢 從商需要獲利 一旦新的平台開始多人用的時候 就是從另一個罰權開始 第二 基於罰權這個相同的道理 走到另一個罰權 即是離開同一個溫層 然後走到另一個 使用者根據並沒有從越資訊的佔權 而民眾的民眾 大多數都只是美國共和黨的支持者 民眾懷盜取量的程度甚至可能更高 長遠而言 他們可以貼拆的資訊欄增加合責 根本無助資訊多元化 一時將會變成絕不勝 謝謝各位 所用時間3分36秒 一丁而已 剛才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好了 現在進入台上發問的環節 提醒評判 台上發問的分數是 是依致發言次序去寫的 所以在台上發問的時候 反方那張分子是先寫回答分數的 現在要由正方 是台上派出任何一位辯論員 向反方的主便提問 提問時間是有一分鐘 準備時間是一分鐘 回答時間是一分鐘 先請正方的第一位台上發問的同學是哪位呢? 去到45秒的時候 我會叮你 即是說我會舉高你的手 同事 你說兩聲來聽聽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 等一等 你要告訴我可以 還未開始的 是嗎? 還未開始先試問 只是想問問答方聽不聽到 聽到 評判聽到 對方聽到 清楚吧? 記住有什麼可以在chat那裡打給我的 準備好說可以 可以 叮 即是評判、日本同學 就在各位 大家好 聽完日本同學4分鐘的發言 有分別的信心 那跟我們說什麼 跟我們說人 跟我們說要有群眾基礎 又跟我們說要有金錢 所以對方就需要需要 需要群眾基礎 或者令他們沒有收入 但其實今天有分別的 哪一個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有分別的 等一下一分別再解釋一下 其實我們也要看回 其實有分別的定義都錯 因為所謂霸權 重點就於群眾基礎 或者是金錢 但其實客觀的標準 是無法限量今天的所謂霸權 反正我又關於立場 其實這件事 其實群眾基礎也有很多 其實都有錢 它是否代表它是一個霸權 請大家出來解釋一下 各位 45秒的 好 接著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 叮 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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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反方主辯 主辯同學,時間到了 可以 等一會,說兩聲,看看廖寶先生是否能看到 可以說廖寶先生 不好意思,他是主辯嗎 這位是廖寶先生 謝謝廖寶先生的同學 請回應,已經沒有時間了 已經過了 可以 可以 今天跟我們說 請家媒看霸權 不只是看人 不只是看錢 這些霸權是侵佔了很多用戶的資料 私人等等 其實他們 相反了這些資料 所以他們對這些社交霸權的正義過於合集 其實他們不單止是用客戶的資料和言論自由等等 去賺錢 正如我剛才的主辯所說 大型的可可的公司不在非速度下廣告 其實就算沒有這些大型的商家 他們還有很多不同的商家 因為迅速演算 但因為他們是有利物標識的廣告 而是迅速下廣告 謝謝各位 首先我想 反方同學的台下澄清一下 因為剛才在反方的主辯說話期間 他停頓了 接著我聽到背後有雜音 我想你們自己澄清一下 你們在反方主辯答問題的時候 台下有沒有做提示 澄清就行了 是台上的同學在說話 好 台上的同學 下次請你留意一下 你們是不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嘗試提示 出去答問題的同學 這就接近是犯規的 明白嗎 見了同學 你們自己聊天是可以 也要細聲一點 好嗎 好 以免引起誤會 謝謝 好 現在請反方同學發問 都是主辯發問 是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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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條字典 社交媒體 就是指分享和家流資訊的平台 中大新聞和傳播學院李立峰教授 在學信文件裏面 都會將YouTube定義為社交媒體 現時的影片分享 就是陳比夫做的YouTube統順 2020年YouTube 就有23個機會的用戶 請問有關同學 有沒有一些社交媒體的例子 可以抵抗或者打破 YouTube這個大條統順呢 謝謝 一分鐘準備 叮 請問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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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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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首先多謝有關同學的問題 首先我對有關同學霸權的定義 是因為侵佔用戶資料所以是霸權 但請有關同學論證 YouTube 如何侵佔 什麼時候侵佔用戶資料 多謝各位 好,後面記住不要提同學說多謝各位 我要提醒大家 因為有時實體難免不記得要守這些規矩 好了,現在回到台上的環節 現在請正方的一副,有三分鐘時間 是,先試咪 請評判在各位,大家好 OK 試咪,OK 說可以就可以了,準備 明白,明白 可以 請評判在各位,大家好 社交媒體面書在2004年華空出世 隨著其覆蓋的受眾越來越廣 加上同期出現的社交媒體 MySpace受資料洩漏問題所影響 導致面書一家獨大 壟斷社交媒體的自由市場 成為社交霸權 而除了面書之外 用戶是沒有選擇其他平台的選項 而現時出現了新的社交媒體 VV則成為另一個選擇 打破了面書的壟斷 有些用戶本身被霸強壟斷 原先是不能夠選擇社交平台 會否通過自己的個人資料 來賺取金錢 但現在他們就可以選擇 利用社交移民這種手段 移民到VV這種宣傳 自己不會利用用戶個人資料 來賺取金錢的平台 打破了使用社交平台 就必然會被賣資料的壟斷 今天方同學出來和方說 便書是有30億的用戶人數 而VV只有1,160萬的用戶人數 如何對抗法權 但實際上其實工藝方同學 首先你的準則是前線太高 因為根據漢典 對於對抗兩個字的解釋 就可以看到所謂的對抗 其實並不需要實力對等 而從今天的全球智慧手機市場的市場 分額中亦可見一班 法國新聞4的報道中指出 故隆報告顯示 智慧手機製造商蘋果 在全球的智慧手機市場率 達到20.8% 而三星周圍16.2% 而中國的小米和OPPO 則分別以11.3%和8.9%位居第三和第四名 難道這些公司因為市場率低 就不是在對抗罷權 由此可見有分紅的準則不但太高 而且毫無根據 各位右底有分紅最錯的就是 認為罷權只可以以客觀的標準來衡量 但其實不然 因為衡量罷權與否 是存在一個主觀的前設 那就是用戶對於社交平台的觀感 例如有公司佔據市場的絕大部分 但是只要其行為 沒有觸發到用戶的反感 並希望轉用其他公司的心理 罷權就不會成立 換而知用戶認為社交平台進行 例如販賣個人資料是違反其主攻標準 但是又沒有能力轉用其他社交平台 才會構成社交罷權 同時有用戶因為對社交平台販賣個人資料的行為 並沒有觸發到他們轉用其他社交平台的心理 因此他們根本沒有面對所謂社交罷權問題 反應是什麼 正正就是反應 定義霸權與否並非依賴客觀的準則 而所謂的霸權 不過是各用或自行為社交平台的客觀行動 進行主觀定義 再決定其是否霸權 今次香港同學所說的全部人 都移運去 DVC如果有客人根本就不合理 因為不是每個費用家都在免費你 正方一負3分03秒 是沒有過時的 不用扣分 接著請反方一負 可以的 聽到嗎? 可以的 來吧 主席 評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近日WhatsApp 因為修改私隱條例 引起社會極大的爭議 但其實早在2018年7月 那就已經更新過類似的私隱條件 對台灣以及部分地區用戶的私隱和政策 實行更新 包括用品相同意 拉致行銷目的 來使用自副分享用戶的資訊 令不少用戶都很遠不合理 但很遠還很遠 身體最誠實 但是台灣的用戶 由1900萬萬到更新 原本後上升至2100萬 不單是沒有任何下跌的跡象 反而上升了整整200萬的用戶 而在今年的2月17日 Facebook就在澳洲實施新聞禁令 但根據檢查機構 AC林宇森的研究指出 Facebook根本就沒有下跌到任何的用戶人數 出現了社交環境那麼久 我們看回Facebook、Twitter、WhatsApp、YouTube的用戶人數 在2020年都是歷年新高 這四個程式的用戶人數都不斷反昇 由此可見網民其實不是真的那麼介意 個人資料被社交媒體利用來謀利 相反網民反而最關注社交媒體 有沒有推出任何新功能 因而拿著保護個人資料 對外社交霸權的名義 假如社交媒體沒有任何新的功能 根本就要和傳統的社交媒體競爭 例如Facebook、Twitter等等 所以這些社交媒體的下載信率一直都蝙蜜 那麼究竟有沒有社交媒體 近年可以威脅到Facebook、Twitter這些社交媒體呢 有的人就是TikTok 短短兩年 TikTok就由五千萬 上升到七億活躍用戶 還要是微計中國的大陸 又是抖音用戶 它是成功 但不是打著對外社交霸權為目的 反而比起大量的社交媒體 所以TikTok會生產更加多的個人資料 相反保護資料這方面處理得更差 有方同學是否顧願大家去一個更加像霸權的社交媒體 做對抗呢 因此為了對抗社交霸權 不作為目的的社交媒體 都是難成的 還有 WhatsApp的私隱條款只是不斷拖延 並沒有任何有效對抗的跡象 甚至動言也不算 就在5月15號 WhatsApp正在一步地強迫用戶接受 所謂的私隱條款 又拆分成幾個階段 來逐步摸上用戶的權益 請有個同學留意 5月15號已經過了 社交移民要遲超過三個月 如果社交移民是有效的話 對抗到這些社交霸權的話 WhatsApp就不會到現在還企銷 甚至變成本加厲了 就如剛才友方同學所說 MeWin從一開始的用戶人數 根本就很少 而Facebook的用戶人數比起MeWin 超出很多很多 所以 所以 所以MeWin的用戶人數 即使 它的百分比是 遠遠超過Facebook的用戶人數 很感謝各位 3分3秒沒有過時間 現在請正方的義父 提一提反方同學 記住要說可以聽我說丁才好開口 剛才反方的同學都忘記了 好 正方義父 是kmei 是kmei 請問 聽不懂 你要離直來試 但另一會兒不是這麼說的 對不對 是kmei 是kmei 應該可以的 我沒有收到說有問題 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主席 评判在座 各位大家好 我终于听到了原来有孤狼今天的准则是 只要群众基础和私隐方面没有问题 其实这条片就可以成立了 所以有孤狼今天跟他们说 现在这个网络他仍然有很多用户人数 他现在还有什么不叠反声这些情况 首先有孤狼他秘义不谈 关于对方对抗的定义提出的质疑 你这个定义完全错误的问题 因为有孤狼今天是擅自定义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孤狼今天背后的准则 其实就是社交言文需要负责力量和网络 这些罢权平台相约的身世 才能有效地对抗罢权 他可以先回分一下不留的问题 不留同我们说要不叠反声 因为当时网络出现了私隐流动 他立即认错 他跟我们说我们不会再赞这些私隐的问题 我们立即会改条款 所以用户不叠反声 因为他没有维护这个用户的意愿来做事 还有就是当时有一个文条报告指出 有25%的人就认为他是要从WhatsApp移民去Signal 还有15%的人认为他是直接删除WhatsApp 就不需要WhatsApp直接要Signal 所以当时可以看得出在群众基础之下 Signal有实质性的削弱到WhatsApp的群众基础 还有我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 社交移民的成效以为有程度之分 但其实对方从来都只是有效和无效 因为情况不是用家选择移民对抗制 因为现在的情况不是用家选择移民对抗制 而是选择留下这些罢权而用 而社交移民不自然就不会被人卖私人这些问题 而不移民的人是因为他们根本就认为没有罢权的问题 如果他们认为没有罢权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要移民 换而言之 我今天根本就是为了压低移民者的比例 强行加入不想移民者扩大基数 弱化移民的成效 再在各位主编一直开始就强调 社交移民是一种自由意志的章篇 是基于民众自身意义而作出的一种选择 因为罢权事况存在一直都是视乎民众 本身自己的主观判断 来中国称自己的愿不称霸大眼 有人认为中国是罢权 同时有13亿人认为中国并不是罢权一样 罢权与否只是一念之差 不如今天要反纳变题就必须要说明 不如今天要反纳变题就必须要说明 社交移民即使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但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垄断 因为现在要放回今天的讨论重点 是因为要有市民认为罢权平台 侵犯了他们的个人之人 违犯了他们的个人意愿 但他们没有办法转用其他社交平台之后 罢权垄断的情况才会出现 社交移民政政策提供了一个反垄断的选择 雀仔的普通纳金明一直跟他们说 几十亿人、几十亿资金 一堆的资金 但如果那些人认为罢权就不有问题 为什么他们要对抗罢权 以及为什么要讨论法律之内 多谢各位 3分10秒没有过时 请反方二负 3分10秒没有过时 3分10秒没有过时 去看看大家 好想的优方同学 想跟我们谈到转用明智 就可以出现社交入论 等于有效对抗 但我想提出一个例子 但是Telegram在社运之中担当着重业的组织工具 是因此成名 Telegram由14年的3500万用户增长到现在超过5亿用户 只乎Telegram真的可以绝对有望打破社交法权 可惜的是Telegram的旗行长古罗·杜洛夫在20年底 已经证实捐局情的服务人数已经达至5亿人数 加上每年资产市部的流量已经高达几亿美元 接下来一定要打破Telegram过去坚持不放广告的承诺 未来将会卖广告争取的额外收入 以上的例子就证明到很多的社交媒体 营运、自伏器都需要庞大的成本 但是社交移民主要对象的社交媒体 大多数都是打算不下广告、不利用演说法 不收取客户的个人资料来换取收益来做卖点 但是就像刚刚Telegram的例子一样 他们最终都会因为自伏的庞大成本开支 最终都是卖广告、最终都会收取个人利息 最终都会转化成第二个社交法权 众常所说社交移民出现表现上是真的很理想的 但是这一切由实际的层面去谈判 根本就是无聊天下 社交移民最终需要的成本 只会令它转换成第二个社交法权 在此刚刚有方同学再举了一些小公司的数据 它就代表这些是有效的 那有方同学可不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去认证 这些数据是真的有效的 可以对方到社交权 令它作出样道呢? 多谢方位 所用时间1分42秒 好了 现在就是到台下发问的环节了 先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元做第一条台下发问 你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 接着有1分钟准备到反方回应 同样跟刚才的情况一样 请问正方派哪位台下发问的同学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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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如果可以的话 请跟我开始说可以就可以了 可以 丁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其实发权之所以是发权 就是因为存在垄断市场的能力 而社交移民 正正可以提供多一个选择对抗统团 事实上 每日平均都有1100 每日都有1100万人 对抗统团 请问有方同行 为什么多了一个选择 都仍然存在统团和发团呢? 谢谢各位 好 好 一分钟准备时间开始 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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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请反方派出代表 请反方派出代表 好 说准备 没说可以 可以 可以 主政评判的各位 大家好 刚刚跟我们说 社交移民是一个选择 为什么不可以给民众 自由自由选择其他社交平台 是的 我也不反对社交移民是市民的选择 但是社交移民的选择 是1,160万的用户 在有市民选择 在这个平台的时候 他这个1,160万的用户的数字 是否可以有效 对抗到社交购买这个破坏 3、2个数字 谢谢观看 好 现在到反方的第一条台下发问 可以 可以 由头到尾 有方和我只是提出VV一个位置 但是VV的用户量今晚1,600万 而撑起社交媒体的不是用户量 而是活跃用户量 有方和我承认呢 有方和我一直以VV的用户量去证明 是有效对抗 而Facebook的每月活跃用户量 是达到30亿 那如何有效对抗呢 希望有方和我证明回答 好 一分钟准备时间 正 我说到两个字头 是这里的 做五分钟 也是在里面 中文字幕就是在用户量 時間夠請正方派出代表 謝謝阿科樂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和你澄清一下 現在我們的有效是 只要一個人認為霸權違反了個人意願 他現在移民到個人意願 就是自由意志的張獻 這個過程就是他在對抗這個壟斷 對抗這個霸權 就是有效地對抗這個霸權 還有我剛剛二副位置已經說過 你不能單純從人數上決定社交移民 可不可以對抗霸權 因為對於某一部分人來說 霸權今集不存在 他今集不認為那個軟件侵犯他的個人私隱 是違反了他意願的問題 今集他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他們要對抗這個霸權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論證面題 就必須要論證 有什麼用家他認為霸權存在 但是他拒絕移民 都可以論證 為什麼社交移民是無效 謝謝各位 請正方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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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副和有謊說 我方的準則是 起該出於這個用戶的個人意願出發 我方二副問你 有方出來解釋 有方不理 避擔 其實我們有些人 自己都心知霸權與否 其實都是出於個人主觀的觀感 有些人講到 整場就是社交媒體 最後都是一個成本的原因 所以就會變成另一種霸權 但其實我們看到什麼 原來信號的創辦 是因為不想出賣用戶的私隱 所以才會創辦信號 原來Telegram是不會出賣用戶的私隱 原來MeMe是不會用軟訊法 去控制用戶的個人私隱 在這方面的行業 究竟是什麼情況 我們注重自己個人私隱的社交媒體用戶 會在知道自己用戶的媒體 是會侵犯自己私隱的時候 又連轉到其他平台 請正方來解釋 各位 剛剛好一分鐘 好 接著呢 就到反方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好 其實 我們 來 好,時間夠了,請反方派出代表 可以的,時米時米,有風陀螺聽到嗎? 有風陀螺聽到,廖寶山聽到,舉一舉手 聽到嗎? 都已經過去了社交移民的潮 这麽久了 还刚刚开始 还有一个已经严重的损害社会安全的问题 还要用松明或者更多的时间 来用社交平民的对抗 多谢各位 好 现在就到反方第二条台下发问 反方第二条台下发问 哪位同学呢 请问 欢迎 丁 主持人的情况就是各位大家好 有方一负责指出具项不需要一定实力均等 有方同学有以手机厂商作例子 在今大陆厂商市场达证3.1%11.3%和8.9% 足以对负责20%的苹果和8.9%的三星 而实际上 但Facebook和Miria是说31.1%的关系 我从来没有确实对等 但今天Miria市占1.0.1%也不知道有没有的时候 谈谈打破两段呢 多谢各位 好 好 接着是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接着是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五分钟的时间准备 感谢观看 接着请政方派员回应 准备好说可以 可以 首先回应上一条问题 今天VV的用户人数增加了160万之余 至今仍然每日平均增加40万的用户人数 因此社交疑问并不是一个短期的浪潮 还有今天第二条问题 问我方市舍的问题 其实在自由市场之中 必定会有一家公司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 但这家公司其实只不过是正常地做好产品 并没有作出像社交媒体验书那样的浪缺陷位 而用户人数也不得自己被参加 我想问问有方同学 答案究竟从何而来呢 在进入结辩之前我想特别提出一下 刚才反方第二条台下发问的时候 发问的同学说了一个英文 0.1% 但是在分子上 在台下发问是没有一个扣分的机制的 所以评判自己自行决定是否扣分和如何扣分 一般来说如果是台上同学发言 说英文是有评判可以去决定扣1至5分 这次扣不扣呢 那同学有评判自行决定了 我提醒大家 台上台下都不能说英文 除了特别的用语之外 现在即将会进入结辩的环节 有一分钟的时间给双方结辩是准备的 准备时间现在开始 叮 点准备 感谢观看 好,时间够了,首先请反方欠辩 你是有四分钟时间的 示威,示威,可以? 好,准备好说可以 可以 兵 哈利美的作家曾经说过 准备犯人生活的巨大体必然有害 如果你没想买产品,你便会去保险产品 社交发言就是这样,夹了一番模型的刀在我们的项上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听完有刊四分钟,很多人的论述 有个行刊的,怎样有效 人们怎样去推荐Facebook Facebook的负责怎样去跌 下车总有个行刊的见解 社交移民是否真的有效对抗社交发权呢 你们有没有提出过 社交移民去对抗社交发权的一个实例呢 往里还说到社交移民是多么有用 事实上社交移民就是很弱 你看到这些发行有多大 特别是有个行刊VV 1160万人 但Facebook是有30亿用的 更加重要的是 有关网络说人数不是最重要的评论 如果你没有人的话 人家对社交发权都是一事一处 更加有效法治都没有一切 可以见到有关网络这麽空洞的论述 总你们就认称社交移民一部 社交发权的现实都未寸透 这个已经是一朝一夕的问题 社交发权的深厚体温 并非公然在区域社交移民可以含动到 还在几年之前 英国碱桥分析公司就爆出了一宗丑闻 其下公司曾经在2016年 美国第45届总共大选 和英国联合公投期间 在Facebook上搜集了5千万用户的个人数据 仅仅以利用演算法 跟针对国家用户客观 投降征绪广告 从而左右选民的迹象 下次托诺民主选举用标 使用美国共同特网普 就是透过这种社交发权大陆的社伴力量 而爆烂成黑天网 这些废话直到2018年才冬枪事发 随即剪开一系列的评证 涉案各方的论损又如唱相爱一样 此后否认 说自己无事留到用户数据更加要分析 都令人更加清楚故中的真相 最后美国联合贸易委员会 给了震慑作用 甚至连委员会官员都说 这样的财物对Facebook当局 改变它的商业模式 并没有太大幫助 当时已经有我当网民在Twitter 提出杯葛Facebook的行动 行动成效不将霸权依然持续 社交霸权在公权武力制衡之下 长转而言就会好像合影集 我们的生活将会由社交媒体资本 我们的生活将会是为了 投资权人的赞取而活着 我们的生活将会失去真我 我们都知道社交霸权大陆已经离开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很容易感到意愤难定 我们开始若若欲视 尝试有遇社交移民的方式 这对方也有社交霸权 在座位让我们想清楚 社交移民的本责是什么 社交移民就是用户人数有一个 比如说社交霸权的社交平台 转移到其中一个社交平台 当中不单是用户人数的转移 而是肥猪肉的转移 用户的资料就是肥猪肉 还有我们必须认称 经营一间有规模的社交媒体公司 能由果纳导系支出 并非是一个高昂的成本 当用户人数经由社交移民 迁入新的社交媒体 这间公司细节会面临各种开支增加的问题 正所谓世界实际是无限贵的股餐 所以用免费的社交服务 都是同一个道理 用户人数可以连户费 就可以用到社交媒体服务 背后的成本 代表是它的个人资料 最后都会因为经营成本问题 而为到新常人和努力 可以斩用肥猪肉 竟然产生社交霸权 到时我们不需要再次 使用社交移民这种保佑的救账素 去对抗社交霸权 多谢各位 社交移民主要是健身更多霸权 去出现社交移民主要是社交霸权的学性巡华 社交移民将会进一步合法 社交霸权的地方 因此国防今天绝对不同意 社交移民能够有效对抗社交霸权 多谢各位 可用时间4分08秒 没有过时 是不需要扣分的 好了,现在请正方的欠编 是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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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是吗?是吗? 是的,是的,不过你的头看不到 要退回一些 也可以 准备好说可以 可以 立于高层下的鸡蛋抗刺无力 殊不知猩猩之妄 可以了冤 这只评判 有可能随着各位 大家好 但有同学由头到尾跟我们说一件事 我们说社交移民这件事 其实只是一个浪潮过了就没有了 甚至在台下发明时 有可能同学和我们说已经结束了 但其实社交移民还未完 我们总是看到的是 每天VP增增的用户人数 还高达40万的时候 有关同学为何会觉得无缘呢? 有关同学二估授和他说 我们说VV可能会抄袭到这个念书 导致形成性的霸权 有可能当中的例子完全没有给我们 就是跟我们说 因为Telegram会做到 所以VV也会跟着做 当中的必然关系在哪里 可能会否认证过 就算我退一步来说 它真的有可能会变成另一个霸权 其实我又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VV和Facebook这些社交平台 存在选择 这些选择正正可以打破到 现在这个垄断的行为 使民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 它选择中意的社交平台 今天正正可以打破了 各位,来到杰扁帐的位置 其实让我们回归 看看我们政反双方有三个分歧点 你提到三个关系字眼 今天我们双方都迎合分歧 第一,霸权 今天有可能的霸权定义很有趣 准备跟我们说 要有钱要有人 在台上发问的时候 要是私隐 一副二副都不知道是什么 在杰扁帐我们又说私隐 今天有可能从事在哪里 完全不知道 就算我今天当你是私隐 你先看我方的方法 即使使用者从社交平台行为当中 再不判断 只要这些使用者对社交平台这种行为 感到厌惡 例如今天有可能和所说的演说法 甚至是收集资料 他只需要感到厌惡 而且不能选择离开这种特质的社交平台 这样才叫霸权 我从来没有认证过 霸权霸了什么 做了什么垄断的行为 完全没有说过 但我今天就说了很多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我们今天要行论 究竟是否真的要能行得到 就要看下 究竟这个社交平台能不能转移到 一本和我口中所谓的对话是什么 一本和我口中所谓的对话 叫人数和平等 其实今天我方已经跟你说了很多 一副已经说过 对话从来不等于一定要对等的行为 就像我刚才先前所说的 有些鸡肠之下的鸡蛋仍然有努力 但算不知星星之后可以疗远 每一个成功的抗争 每一个成功的对抗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 去选择自己的心意的平台 以这种选择的合过程 本身就是对抗的这种有选择的行为 你对抗就是这种霸权 垄断了选择的局面 正正是一种对抗 第三个关键之下是有效 今天所谓有效是什么呢 不如我们今天看看有效是什么 有效是什么 有效是说我们社交移民之后 可以保障自己的私隐 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可以让自己有一个章节 可以让他们停止发展 先看看我方的对抗是什么 我方的对抗是否有效 只要师傅、融户 可否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 在不被垄断的时候 去信任自己的心意的合适 例如今天我们看到的 我们可以选择其他不同的平台 例如我们今天在念书 我们可以转移去 不想被人出卖我们的私隐的话 我们就可以转移去EV 那这个就是正是有选择 不会被垄断 而且这种的社交移民出现 可以令到我们社交移民 可以选择哪一种平台的时候 更加不存在一源同样的情况 令整个选择的过程 由这个是非提供 变成一个多项的选择体操 正正在打破 有根同学 其实和我们说了很多不良效的事情 其实有根同学说的是私隐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二负店 有根二负店和我们 有根二负店都承认了一种 DV是没有出卖的私隐同学 有根同学说 我只要有根同学认识之下 社交移民有多一个选择 是一個沒有一個同等答則 例如補助CN平台 那就是靜靜的一個有效 我只要有可能準則之下 其實都是有效的時候 一今天有幫同學會議題 應該成立 最後是Weiss 社交版權的選擇就像是一場假普選 面書IG一項自由可以選擇 我們有一票特別喜歡的社交平台 跟從申請 實際上都只會賣人資料收集大數據 為我們的意見 社交平台給我們多個選擇 令我們真正不會被這些賣資料的社交平台選擇 好,我先打開林鄭月娥才能真正對付 多謝各位 好,正方見面所欲時間 4分14秒 未過時的,不用扣分 好了,現在就要等到評判做評分的工作 提提評判 你們填完分數之後 還要在下面填最佳辯論員 你們在8位的辯論員裡面 認為最出色的位是給30分 其次是20分 第三位出色的是給10分 我們現在首先休息一會 1.205時回來聽評語 以及等賽果,好嗎? 讓大家先去床休息吧 不好意思,我的連接有一點問題 所以我想會換一個音樂 可以出一點 沒問題,我待會放你進來,羅sir 謝謝你,謝謝sir 謝謝你,謝謝sir 謝謝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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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場比賽其實都接近的 但是我覺得一如很多人的預料 其實這條題目其實都會有一些位置大家忽略了 就是包括最重要的一件事 包括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覺得其實在那很多場比賽都覺得其實是大家沒有解釋清楚什麼叫霸權的就是霸權的就是霸權的行為其實包括了什麼呢?這件事其實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解釋 那雙方都是一樣的 那雙方都是一樣的 不過就是你們可能舉出了一些各自舉出了一些例子 但是其實就沒有整合地說的這些就是所謂叫霸權的行為 那我覺得呢 那我覺得就是如果雙方主變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對於霸權的定義有清楚界定的整場比賽就會有focus很多 就是不會在那裡打這個點子打那個點子這樣 那其實就是我都有聽到就是譬如正方有講的 可能就會是侵犯私隱啦 還有可能是收了一些費用啦 還有大數據 就是可能買了一些個人的資料給人 就是我聽到譬如正方有講的 那其實呢 我覺得其實可以講得就是一開頭講清楚就是這些行為 那可能呢就會好一點 還有會給人感覺就是這些行為 其實是會為了一些人呢 帶來很多問題的 那這件事就會好一點 因為其實尤其是你那邊呢 就是譬如正方那些同學呢 你是想講說就是那些人對於那個社交平台的種種行為 是有一種惡劣的感覺啦 或者甚至是厭惡的程度在那裡呢 那所以呢 其實你就要解釋清楚就是那些 為什麼那些行為會侵害到他們 比如說我可以多看幾個新聞的 我可以多看幾個廣告 其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你跟我看一個廣告這樣 就是這樣我覺得其實是可以在開頭的時候講得清楚 就是給別人的感覺就是 啊其實真的喔 那我覺得這些行為很過分 所以我就會有大一點動機 我就會轉移去使用其他東西啦 OK 所以其實證方如果是這個 就是開頭的主辯度解釋得清楚一點 我覺得它就好一點 反方都是啦 反方其實都今天集中是 講一兩種的行為啦 所謂的霸權行為啦 包括收費啦 包括呢 就是賣廣告啦 那它有沒有其他一些霸權的行為呢 可能就是政方沒有提到 那你們有沒有特別提 那所以其實兩邊對於霸權這件事呢 我覺得呢 其實都是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說明的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會霸權就是代表霸了市場呢 是吧 那這件事其實就是兩邊都可以去談論一下啦 那就是除了是影響那個用戶之外 會不會令整個市場 是吧 令整個的經濟體系會受到的影響呢 那這件事就是我覺得都可以講一下的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就是 就是我這場比賽我覺得 終於有些人去講這件事啦 不過我就覺得 其實都講得不夠 就是什麼叫對抗 什麼叫對抗 就是我同意 我同意政方的某些論點 就是例如說 其實那對抗那兩個字呢 不是說一定要是 就是要堆壞了那些霸權 就是不一定要堆壞了一些的公事 就是這件事是事實來的 那但是呢 我反過來我就問這個問題 就是你如果說不是一個的 就是物質上的 打倒一個對手的這種對抗 那你說的應該是一個所謂的精神層面上面的對抗 是吧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對抗 那到底這個對抗是怎麼樣呢 它影響有多大呢 是吧 就是它其實會有多少人會響應呢 是吧 會不會形成社會上面一種風氣呢 那這件事反過來我就覺得可以說一下 其實不是不可以說的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都可以說的 就是可能形成了 大家都會對於某些的公司 以前我們就不鼓勵它了 它現在因為呢 有些這樣的事情 大家一時移民 有些人做了這件事 是不是 移民了 是不是 我們終於對這些人的行為 我們就關注了 所以以後呢 多了人呢 就會對於這些公司呢 是對他們多些監管 對他們多些的審視 就看看他們做得好不好 給他們一些意見 甚至我們改用第二個 就是這件事我覺得呢 就是正方 在那個解釋上可以說得清楚一點 就是變了做呢 你去到後場呢 突然之間說了一個對抗 是變成一樣這樣的事情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呢 就是到底你們都想說那個對抗 在說什麼 還有其實那個對抗 是不是有個成果出來呢 我就很質疑了 是不是 OK 就是如果你解釋得清楚一點的 我要達到這樣的效果 現在都開始有些成效了 那我就會相信你們那邊所說的對抗 其實是可以做出來的 所以呢 我就覺得正方在立論上可以做得再好一點 那其實另外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我覺得其實這場比賽呢 其實雙方呢都是那些用詞 和那個說法上面呢 就是那些 就是怎樣演繹你們的論點上面呢 我都可以再做得好一點 舉個例子呢 譬如說呢 正方呢 那他有一條問題走出來呢 就說 那間公司什麼時候侵佔了那些資料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就是突然之間你好像 咦 就是在幫著一間那些社交平台的公司 在那裡伸冤 說他哪有侵害資料 他沒有侵害資料 是不是 就是你這樣說呢 我覺得好像奇怪 你好像在幫旁邊在說話 那樣 就是我看法就是 你其實可以 可以前面加一些解釋的 就是你這個例子不對 這個例子不對 這個例子錯的 那你再講 你再這樣講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讓我知道呢 其實你 講這句說話的用意 在哪裏 那另外就是去到 後面 你就講到 其實正方這樣講 他講到霸權 是不是就是 是一種觀感 你直接這樣講呢 我就覺得 就是 首先第一 首先是很圓 整件事情很圓 到底為什麼霸權 是一種觀感 是不是 就是有些人覺得是霸權 有些人覺得是霸權 有些人覺得是霸權 我就覺得 這個可以寫一本書都可以了 就是 真的 你這樣講 我真的 不是很明白 不是很理解到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所以其實你會不會是 就是有多一點 具體一點點的解釋 例子 在這裏配合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人講出來 如果不是 其實大家都 不明白的意思 就是 很難給到高的分數給你 那這個就是 就是 對正方的一些建議 反方 都是一樣的 那譬如 你有一個 就是不斷地在這裏強調 人數多 等於霸權 那譬如 第二個同學出來答 就是 那個台南發文 那時候 第二個同學出來答 那他其實就是講 我這麽多人數 是吧 我以為他後面有 有東西再追蹤 他沒有 又沒有解釋 其實到底那個人數 到底有什麽影響呢 是吧 爲什麽會導致霸權 是吧 就是你又沒有繼續追蹤一些解釋 那我就覺得 如果你是這樣 就不太好 就是你要演繹一個 的論點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可以 就是包括 可能你要給那些論據出來 另外就是 到底你的那些論據 或者那些 裡面一些資料 要配合你的論點 那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是很重要 就是不是說純粹 一句講完之後 就回位了 其實我覺得這種處理方法 就不太好 可以改進 另外就是 對於那個賽制就是 就是搞錯了 其實就是 不只是你們那隊 我們那隊都搞錯了 第一場 就是 對了 記住就是那個是主便 是出來立那個台上法文的問題的 那就是 這些賽制上 就是大家 讀那本書 讀得熟少少 就是下次大家 那賽制 也讀得熟少少 那就 可以備免很多這樣的情況 那我一點點意見 我交給下一位 好 謝謝駱Sir 給了很多珍貴的意見 接著我們等黃先生 給大家一些意見 大家好 那首先我講一講 正反兩方 我聽下去的主線立論 那正方一開始 其實我主便 我會聽下去覺得 你論證了 社交移民 對抗鳥 社交媒體敗權 但是 那有效在哪裏呢 那你的說法就是 說 我 準則聽就是 用互主觀準則 但是你的論點 你跟我說 就是 譬如可口可樂 或者可能 一些廣告商 不去Facebook那裏去下廣告等等 那就 會 對抗 有效對抗到社交媒體 因為那些 侵犯私隱等等的問題 但是 我就以為你 會想說的就是 能有效對抗 社交移民能有效對抗的原因是 它施加到壓力 給 那些傳統的社交媒體 令到他們去作出改變 但是 到後面我純粹聽到就是 好像變成多一個選擇 只要 我不是只有Facebook這個選擇 只要我能夠有多一個選擇 社交媒體 那我就可以 叫做能有效對抗 那我覺得 會不會這個準則好像 或者這個標準低了一點 太容易 就叫做成功對抗到社交媒體法權 就是我如果 譬如給我的同事 我有用Facebook 我同時間我又用MIV 那我算不算 我有份去對抗社交媒體法權 還是其實我都是 同一時間我支持了社交媒體法權 因為我用Facebook 但是同一時間我又反對社交媒體法權 因為我用MIV 那我覺得這件事要讓人想清楚 那還有 就是我 但是到後場我聽到少少了 就是當反方 就是聽到你有嘗試回應反方 因為反方不斷在說一些數字 講一些例子就是說 很多人在用Facebook 那些人數不斷在升 那你後場有嘗試回應一下 你到義父有說 那其實裡面的數字 可能包括 那些本身就好接受自己 私隱被侵犯的人 那所以 這個數字不能夠證明 就是無效對抗社交媒體 但是我都會想繼續聽下去 就是這樣 其實你 還有你的後場有資料厲害的 MIV不斷在增加 但是我聽到義父和結電 我才聽到每個月 好像平均增加40萬個 那如果你跟我說 就是社交移民 就是 其實你可以嘗試 就是我建議 就是你可以再想多一點點 就是其實社交移民 是什麼時候出現的事情 就是 可能是近一兩年才開始聽的 那如果反方就要求 現在就已經能夠 VV和Facebook等等 直接抗衡到 那其實這個標準會不會太高呢 那還是其實 社交移民的趨勢 逐漸出現之後 就是我們說到 其他平台的人數越來越多 那其實就已經叫做 在市佔方面對抗到呢 這樣 還有另一方面 你想想 就是究竟 社交媒體霸權這件事 其實你未來 長遠來說 其實你想怎樣解決呢 其實你是想 社交移民這件事 令到傳統的媒體 都是因為這件事 而去改變自己 不再做這些侵權合委 還是純粹是 只要一個新的媒體 就是純粹我有得 就是我覺得 有得選擇這件事 是一個好聽的東西 但是 聽完之後 那怎樣再伸展下去 就是 是怎樣令到其他媒體 就是每一個媒體 都是能夠被人公平的選擇 或者我選完每一個 就是沒有一個霸權的情況出現 就是 這個情況 就是我會想聽多一點 長遠的一個遠景 那正方 可能可以想一想這一點 而反方呢 一開始的數字來講 我聽上去是清晰一點的 就是 仍然有很多人在用傳統媒體 還要越來越多 而其他的媒體 他們用的數字 就是 使用率 或者他們的用戶 是非常之少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 聽到就是 那就是 好像是無效對抗 社交媒體霸權 但是 當 你去說 說 社 資本軸利 只是一個令不起霸權的行為 那我就會想 反方的意思 就是 社交媒體霸權是 永遠都不能解決的問題 因為 總有一間公司 只佔到市最高的 是不是 那 Facebook 譬如被人打倒了 Mivy變成市佔51% 那 變成Facebook 可能佔49% 那現在又變成Mivy霸權 是不是 那所以 究竟是不是永遠都不會有效對抗到社交媒體霸權 那這個是不是反方的立場 那所以 這個又要想一想 那 但到後場 當我不斷聽 反方又好像有些重複 不斷說 仍然很多人在用 很多人在用 那我就會 一下子聽下去 是有資料 是實際的 但到後面我就會想 那 是不是真的多人用 就等於是無效對抗霸權呢? 所以我就想想 其實正方那種說 讓大家自由選擇 這個觀點 會不會其實 都是 或者 才叫做 對抗社交媒體 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的二線呢? 那 而到反方一副 有嘗試說的就是 WhatsApp不斷去拖延 我們逐點逐點 就是溫水煮蛙 去削減 就是去剝削你們的權益 那你們就回不了頭了 那 我就聽到有這些 不斷拖延字眼 但是我沒有聽到 就再去鎖延 那 如果你能夠跟我說 如果你的立場就要跟我說 譬如說 社交媒體霸權 真的永遠無格解決 因為那些社交媒體 它的霸權的方法就是 不斷逐步逐步的侵蝕你 令到你無法去 就是令到你走不出 它的霸權 就是逐步逐步 你已經接受了 它去侵犯你的私人 或者可能你去用的時候 其實可能 媒體裡面 可能一些 用大數據 然後演算法等等 其實你已經 就是每天按到Facebook 每天按到電話 就按到Facebook 已經變成你的習慣 你已經是走不出的了 即使你多個App也好 你都仍然是會 繼續被困在Facebook裡面 這樣 就是如果你跟我說 就是你可以再說多一點這些 我就會覺得 好像真的 我們永遠就 我們就真的無效對抗 社交霸權 而到義父呢 反方義父說了一個方向 就跟我說 令起霸權 因為Telegram 你都只是跟我說 它會賣廣告而已 但是一家公司 它由不賣廣告 變成賣廣告 而且它由賣廣告 變成賣私人 中間又有一段距離 那就要想清楚 就是你用Telegram的例子 是否真的 證明到 他們是令起霸權 還是純粹證明到 他們需要賺錢 對了 這個就是內容上面 而至於在賽事執行上面 我覺得大家可能可以想多些 就是 其實怎樣可以善用好幾分鐘 因為我發覺 好像雙方一副出來 都是再說自己的事 再嘗試好像假回應一下對方 一兩下又好像說自己的事 那一方面可以嘗試一下 想一下究竟有些什麼 是可以攻擊到對手的 大家想拼得再周長一點 另一方面就是 這條線可能怎樣再推得再盡一點 或者立場再過一點 或者會不會 你雙方保持著一個價值 可能是一句說話 令到評伴聽到很入耳的 到後場的時候可以說出來 那就令到大家會再相信多些你的註線 而不是到後場好像兩邊都是不斷重複說 那一點意見 謝謝大家 謝謝王先生 最後我給回一點評語 我會覺得今天這條題目 不知道是不是對同學來說太深 也不奇怪 我發現大家對於很多重要字眼的概念 掌握是不清楚的 首先從題型去說 這條不是英言題 不是利弊題 是陳述題 所以陳述題很大程度一定是大家定義的 而且你會發現陳述題很多時候都會充滿著 副詞、形容詞 這些相對空泛的用字 所以考驗的是那些辯論員 怎樣去定義一些字眼和咬緊的字眼 但是恰恰這場比賽裡面 雙方似乎都不是很理想的 剛才有評判也提到 在整條題目裡面 霸權其實是說得不多的 讓我補充一點點 其實霸權是分兩樣東西的 第一他首先要是霸主 即是說他的市場要有一個壟斷的地位 如果不是他做什麼也沒有人理解他 其次就是他壟斷完之後 他還要真的霸道 行為上霸道才行 所以究竟他 例如他將他成為一個 踩低了他的對手 假設現在Signal或Telegram很壯大 但如果他能夠繼續維持他的那種 與客戶有商有量 不會擅自動用你的資料 你不能夠說他是行使霸權 如果不是的話 每間公司都會霸權 你可以說麥當勞霸權 你可以說其他公司都是霸權 這樣不合理 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對於霸權的理解 是沒有做功夫 所以為何去到中場的時候 沒有辦法拿捏市場大 算不算霸權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社交移民去到什麼情況才叫移民呢? 這裡中途有同學有touch on 但沒有意識 這個應該是一個爭拗點 因為如果移民是移民到像我一樣 我又有WhatsApp又有Signal 我算不算移民呢? 重點是 如果我保留了WhatsApp的帳戶 的話 WhatsApp公司可以依然用我的資料賣給別人 即是說我所謂的移民只不過是我多開了一個鬥 或者多開了一個平台 但於原有的平台是無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當不當他是移民呢? 如果這樣也當移民呢? 有效就有問題了 如果這樣不當移民呢? 雙方要爭論的地方就是在於 你要求他所謂的移民 必須首先註銷原有霸權帳戶 這樣的話 你用的數據完全不一樣 究竟今天你們在說哪一篇呢? 正方雙方都不是很清楚的 第三 對抗 去到什麼地步、程度才叫對抗呢? 今天有效和對抗都是一個很空泛的字眼 其實考驗的是雙方如何去咬這條線出來 這條線在這裡 你要做到這樣才叫對抗 還是這樣也叫對抗呢? 正方的線可能是這樣 很低的 因為做一點點東西 輕鬆一點就已經做到了 反方反過來當然是死人也扯高一點 問題就是 我應該拜你這條線 還是拜你這條線呢? 中間你怎樣去咬實 令到說服我相信 其實你這個比較合理 用一個具體一點的說法 正方的有效 根據你們的說法 可能純粹是一種覺醒 我能夠換醒大家有一種意識 文明上進步 就像當日 最初說不要穿皮草 不要吃魚翅也沒有人理會我們 到現在大家都不吃魚翅 覺得穿皮草不好 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純粹是意識的覺醒 就算這個所謂新增用戶的過程 是緩慢的 是顛簸的 只要這個趨勢是持續 你可以說這個就是有效對抗 而這件事也吃回你們條線 說你們說有選擇有自由就可以了 但怎樣為之有選擇有自由呢? 不是拋個條線出來就可以了 你要推論 反過來 反方當然是死人 也不是這樣說 這樣說更得了 所以反方一定要咬緊 所謂有效對抗 要去到一個程度 就是他要有行為上的讓步 他沒有讓步就不算了 你才可以咬著他現在Whatsapp 只不過是退遲了兩個月去吃你 其實他沒有讓步 究竟你怎樣咬緊這條線 今場也是處理得不好 所以我覺得以這條陳述題來說 雙方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可能是比較少打 因為通常打政策 通常打鷹言利弊 比較容易處理 這類題目其實很考功夫 很考語言技巧和推論 這裏可能回去可以再做好些 兩邊我會說一下 例如正方我會覺得 有兩件事我不是那麼同意的 第一 有效等於有選擇 剛才我聽到評判說這是一個挺好的看法 如果以剛才評判的說法是 是的 因為反方的處理不理上 所以正方可以這樣推出來 但如果純粹以一條線來計算 我會覺得有選擇就叫有效 又不太對 如果你的新選擇沒有人用 那也是有選擇 那叫不叫有效 如果根據這個說法 我們人人都可以開一個社交平台 大把 我們這裡 台上八個兩邊 加上我們評判十一個人 開十一個平台 不過沒有人用 那算不算有選擇 所以我會覺得 這樣的選擇等於有效 不是很合情理 其次 將霸權定義為主觀 是很狡猾的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有意為之 因為主觀 你真是玩死反方 主觀 我說有就有 我說沒有就沒有 那我怎麼決定 我這一刻決定用訊號 我真的覺得他有霸權 那你用主觀這個定義 可能是 你拿了一個先機 但是 很狡猾地拿了一個先機 反方是很難挑戰你的 但是另一個角度 我又會覺得 如果這樣 你這條線 沒得好推論 因為你說了就說了算 你哪有得推論 反方我會覺得 今天這場 論據是明顯多的 但是反方 你們很多反方應該做的位置 沒有做好 例如你怎樣去斟酌對方的 有效程度 斟酌他一些實際的內容 意識 我的感覺是 雙方都比較像讀稿 就不是一個即場的反應 所以 就算數據是有拋出來了 但是這個數據有什麼用呢 於你何益 我聽不到 最明顯就是表達在台下的時候 你很明顯的 兩邊問的問題 問得不好 疑答到不得了 但是答那邊 又不懂得回答 那顯示什麼呢 顯示你真的不明白這條題目 沒有理由不懂得回答 這麼容易 甚至可能對自己的線路都不清楚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以及整體來說 雙方都比較散的 打得 我們如果在Marketing Sales 有一件事叫做 就是你每次出去做Pitching 叫做Battle Card 意思就是說 你要知道自己的贏位在哪裡 別人的輸位在哪裡 那你當然是放大自己的贏位 然後想辦法保護自己的輸位 但是今天 正反雙方都不是好 告訴我們 如果我要Buy你 究竟Buy你什麼東西呢 Buy你什麼東西呢 Buy你哪個數據呢 Buy你哪個概念呢 團隊合作的意思就是 正方 就是主辯講完 一副二副會Echo 結辯呢 會幫他包裝 然後送給大家 這樣 但是當你打得很散 你不能變成一條拉 這樣就會令到整個表達會打折扣 不過又這麼說 我看得出台上同學 可能是不是有些會經驗淺一點 因為台下的同學 其實問得成熟一點 有部份 那麼 加上一條比較少見的題型 我希望大家獲得今次的經驗 那下次就可以更加成功了 好嗎 那就多謝大家 那我就說到這裡了 好 那是時候宣佈賽果了 又是我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好 月早第六輪的賽事 變題社交移民能有效對抗社交媒體霸權 正方廖寶山紀念書院 反方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首先宣佈最佳辯論員 今場的最佳辯論員是正方 結辯 陳嘉玲同學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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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至於賽果呢 是怎樣呢 就是1比2 是堅樂中學勝出的 恭喜 應該開你的聲音 聽你一下 哈哈 解釋